嗨大家我是曹豪 今天是6月23日 今天呢 特別想要吃那個 川菜 沒錯 川菜 因為我覺得啊 像是這種口味比較重的 像我上次已經開箱了泰式 我覺得重點就是 那種口味比較重的 就是你要給飯要夠 然後你就可以吃得很爽 沒錯 所以今天呢 我打算來開箱一下 開飯 不知道這間店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個人是沒有去吃過的 對 就是 我是有看到它有蠻多連鎖店的啦 所以它應該也是一間連鎖店 然後我打算是買6人份的套餐 它的價格是2700 然後我剛剛已經稍微在網路上面看了一下 對 它有很多種類可以選 它冷盤有口水機 然後肉類 可以三選一包 然後我們點一點之後 看餐點來了 6人份份量是怎麼樣 然後開箱給大家看 好吃不好吃 好 去餐 GO 東西拿回來了 還沒結束 還有兩袋 這兩袋 比較重一點點 對 那東西送來了 我是覺得 好像份量還算是真的蠻夠的 因為它白飯 就是我剛細數了一下 總共是6碗 白飯呢 就是要多 才會吃得爽 那我們就把東西打開之後 看一下它份量給的 有沒有 夠成益 然後東西好吃嗎 好 等等見 把他們全部都打開啦 其實我覺得它的份量 算是 假如說是6個人的話 我是覺得 應該每個人都可以吃到 大概這樣子一個區塊吧 不過它的種類算蠻多的 總共有8菜 對 含這個湯的話就是8菜 那飯的話有6碗 先從這個 我覺得炸物會比較 需要先吃 我們先吃一下 這個是糖醋魚片 因為它其實外帶 炸物真的是 可是比較難避免的就是它會有蒸氣 所以吃一下 軟掉了 因為我已經很盡快都把它拍一拍畫面 然後來品嘗 可是還是一樣就是會軟掉 那這個的話 它是歸在海鮮類的 那如果大家要選的話 它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我覺得另外一個選擇 也是應該蠻難避免說 它是炸物 另外一個選擇是金沙蝦球 真的是不太好唸 好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魚片的剖麵圖 其實剖麵圖看起來 我覺得它的魚肉沒有到很多 可是我剛一咬下去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的 那種麵糊的感覺 就是 它外皮是比較屬於麵糊的 然後裡面的魚肉 算是比較少一點點 整體味道是還OK啦 就是甜甜的 對 我覺得現場吃應該會更好吃 然後它裡面 還放一點黑木耳 跟甜椒 還有洋蔥 對 這個的話 更覺得還好 對 老實說的話 還好 那我們吃一下另外一款炸物 另外一款炸物的話 它叫做 催淚蛋 那這款炸淚蛋的話 它也是就是標配 你沒有辦法選 所以我們就直接吃一下 它旁邊還有放這個 綠色的糯米椒 也是俗稱的綠色辣椒 這個綠色辣椒 真的一點都不會辣 然後它有那種膠類啊 會有保存的那種汁水的感覺 那我剛吃了它這個蛋 其實我是覺得還算還不錯 因為它也是炸的嘛 炸蛋 但是它這個的話 比那個炸魚來的好吃很多 然後也是不會到很辣 對 雖然這些看起來都紅紅辣辣的 那這個的話 辣度完全是沒有 我覺得小朋友應該也都OK 重點也是很下飯 好 那接下來兩個炸魚 我們都已經吃過了 那我們再來吃肥腸 它這個的話 它是列在乾鍋類的 哇 這個辣椒 其實我剛把這個盒子 一打開的時候 那個辣椒的香氣 直接撲筆而來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 也是很好吃的 來 試一下 它這個辣椒 我剛有吃 直接吃 其實一點都不會浪 然後肥腸 很Q彈 然後整個味道吸附的很多 那我覺得像這種 吃比較重口味的 就是吃到全部吃完 一定會超級渴 超級想要喝水 前面吃這種東西 重口味 吃的都特別好吃 特別爽 那吃多了就是 負擔就會開始比較重 然後口感也會比較油膩一點點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等一下把它吃完 會不會很想喝水 然後口很乾之類的 然後它裡面還有放 就是杏鮑菇 蠻大一條的 一咬下去它那個 菇類的汁水也是很夠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腸子 切成這麼長條的 因為我個人其實是蠻喜歡吃這種配角的 配角就是所謂的 蔥啊 蒜啊 還有辣椒 我個人是 下去外面 我都超級喜歡吃這種配角的 我覺得配角把它做的好吃 這個料理就很絕了 那今天這個我會覺得配角都 表現很不錯 這個辣度喔 大概小辣跟中辣之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試一下這個 黃金美人腿 這看起來像是 雞胸的部位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說是 被拉到 不是那個喔 對這看起來像是雞胸的部位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它是寫這個 美人腿喔 但是搞不好我喔 對 也是誤會它 搞不好它真的是腿 我先試一下 嗯 瘋狂的打我臉 是腳白筍 這個真的是腳白筍 它吃起來是脆的 它看起來好像雞胸喔 可惡 然後 欸剛剛你是不是也說它是雞胸 對吧 大家它是腳白筍 它裡面也是保有一點汁在這個腳白筍 然後它外皮啊 是那種鹹蛋黃 跟一些蔥 然後我看到底部啊 其實算是有那種黃黃的油 我試一根 然後 沾一下它這個底部的這個油 試一下 好像沒有帶太大的變化 因為它這個醬汁喔 好像味道沒有上一個這個 肥腸還在強烈 我現在嘴巴裡面 這個喉嚨這邊啊 被這個肥腸的辣椒給辣到了 當你吃東西吃到突然沒有味道的時候呢 又一直渴受 你就要注意了 要多喝一點水 不要亂加喔 接下來我們來吃一下回鍋肉 哇 它這個肉片啊 肉片啊 是那種豬肉片 然後是肥肥的 三層肉切成薄片 它是豬肉的三層肉切薄 然後裡面也是放了很多的膠類 跟 還有這個蘑菇 欸不是 還有這個豆腐片 來 三種都給它夾起來 吃 它這個豬肉喔 偏乾柴 不過我剛剛啊 把它跟那個 洋蔥 以及 豆腐 一口把它塞進去 它算是一個 口感上面的饗宴 它可以吃到喔 豬肉的Q彈 的那個肥肉 然後又可以吃到豆腐 輕輕一咬過去的時候 那種嫩度 跟 洋蔥的脆甜感 OK 這道OK 我等一下可以來做一個 口味由輕到重的排名 對 目前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口味最重 到時候這邊的話 就是口味比較輕 我會把它 稍微擺一下 讓大家知道 對 因為這個的話 我是吃完之後 是真的很需要漱口 才能夠去品嘗到 下一道菜的味道 接下來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麻婆燒豆腐 哇 整個那個辣油 滿滿的都在上面 看起來就很好吃 感覺喔 這個 可以配飯 配得非常爽 但其實 麻油豆 麻婆豆腐 我是覺得還蠻容易做的 就是像那個 我上次有自己做過 就是 去超商買那個即時包 然後你再把豆腐切一切 切成這種丁的大小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差不多 我相信啦 就是 這種餐廳應該會比較 好吃一點 不過我們就來見成章 試一下 來 給它攪一下 它的滑嫩度跟那個 料理包很像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 厲害的點的話呢 是 它的瘦肉給的算是 還真的蠻多的 我剛剛每一口都有咬到 瘦肉 而且它豆腐很嫩 除此之外 我味道那麼死鹹 我上次吃那個 即時包的時候 一入口就是 還真的蠻鹹的 那這個的話是 我覺得味道是夠的 但是不會到很鹹 而且啊 越咬 它那個辣椒的香氣 就越來越明顯 好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今天的最後一道菜 它是 流口水雞 而且它是做成冰涼的 它這個雞肉是冰涼的 然後它還有附一個 流口水雞的沾醬 它旁邊還有柱米 不要加熱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它上面啊 光看啊 就是鋪滿了 非常多的花生粒 就是你有那種 雞肉的嫩度 又有那種 花生粒的脆感 我們直接來給它試一下 很漂亮 有骨頭 大家小心 它這個啊 雞肉把它做的 嫩度真的是保留得很好 然後 我再吃一塊好了 因為 我剛剛吃到非常多 那個透明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雞肉 它上面 這一層脂肪 跟瘦肉之間的結合處 有那個透明的地方 真的還蠻好吃的 就是很冰涼冰涼的 很順脆 我覺得假如說我第一道菜 是吃這個的話 我會覺得它略鹹 可是經過我前面 這麼多洗禮之後 我會覺得它的味道 也是有點鹹啊 就是 但是就沒有到那麼鹹 但是它雞肉真的是 處理的真的很棒 很好吃 然後 那我們接下來試一下 它這個沾醬好了 沾一下它這個 醬 不知道這是什麼醬 感覺是非常的稠 哇 我直接把它沾滿 它就是那種涼麵的醬 然後再多了一點點的鹹味 真的是 比涼麵醬還要再鹹 蠻多的 然後我剛看這個醬 上面是有點辣油 我不知道是不是辣油的原因 不過呢 我是覺得還蠻有特色的 但是吃多的是 真的會覺得很鹹 那樣子 雞給的量好像還好 可能就是一隻L型雞腿 然後再多一點點的量 不過六個人分 可能大家就分不太到很多口 好 那我來排名一下 今天的口味從重到輕 這個是重 然後 微重 微微重 反正對 就從這樣子過來 然後前面的話其實就是 對應該是這樣 這邊也是重 這樣 好 那我們來喝一下 它這個六人份附的湯吧 那這一碗呢 海陸湯啊 它裡面除了放很多蛤蜊之外 還有很多的秀珍菇跟海骨 哇 這個我覺得 搭配的算是 還不錯 就是我覺得像是在家裡面 會常喝到的那種 媽媽做的料理 那種湯 那它這個湯呢 算是 但是相較起來啊 跟前面這幾道菜啊 達到了一個解膩的作用 也算是一個 輕味的感覺 對 那來試一下這個 蛤蜊鮮不鮮 蛤蜊也還行 就很像那種 家裡面會出現的湯啊 好像也沒有太特別 這個份量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 夠不夠六個人分 對 可能一個人就分到那種 小小碗吧 今天的這個 總量啊 就已經跟大家介紹完了 那接下來就是 吃東西時間 好 那我就不客氣了 因為像這種 很開胃的菜 真的是動尾條 趕快 吃一吃 那我就先從這個 口味清的 開始吃 不知道大家覺得 這樣有沒有 一道菜 337的夾子 這樣子的話 外面賣一碗 也在20吧 我是說那種比較便宜的店 可是在餐廳 就比較 比較難20 我剛剛直接從 口味最輕的 吃到這個 口味最重的 超鹹 那這個 我目前在台灣 吃到的川菜都不辣了 就是可以接受的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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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各位 我覺得 沒有人飯我吃不完 我大概剩下了 這樣的 麻婆豆腐 那這個的話 它只是剩這種 辣椒跟配料 一些 一些小配角而已 有那個 肥腸都吃完了 然後還有一碗飯 吃不完 這慢慢的 越吃 那個口味越重 因為剛開始吃 覺得 哇超爽超好吃 這一道 翻骨吧 非常的對 那後面越吃越鹹 對 其實我覺得這種 重口味的菜 就是容易都吃到 就是 後面都是這樣 很重鹹重鹹的 好 那清理一下 來跟大家做個結尾 OK 吃完了 那今天總共用餐了 八道菜 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兩道 第一道是回鍋肉 再來就是那個肥腸 推薦大家可以點一下 不過 因為像是我個人是吃比較多啦 所以吃到後面的時候 就覺得說 開始越來越鹹了 那如果大家是可能四個人 或者是六個人 來去分這個食物的話呢 應該大家都是吃到剛好的量 不會吃到過多 因為像我吃到後面的話 真的是 還蠻鹹的 然後現在真的是 很想喝水 好啦 那因為我本身是第一次吃開飯 也沒有到現場去內用過 也不能夠跟大家說這個的還原度 是有沒有做到非常的棒 今天吃起來我是覺得 還可以啦 對 有好有壞的地方 對 那 呈現給大家看 這樣子 如果觀眾有那種四川人 可以順便留言底下告訴我說 像這樣子台灣做的這種川菜啊 有沒有陣頭 還是他已經被台灣化了 那有沒有推薦更多很好吃的菜店 對不對 可以推薦一下 開箱給大家看 希望疫情快闊 大家都可以回歸正常生活 因為今天 已經 幾號 6月23 我已經看到解封的曙光了 所以大家看到這支片的時候 搞不好都解封了 也不一定 好 那大家掰掰 下禮拜見